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明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 好像真的应念了那句段子 有时候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之间谈恋爱 什么年龄压根不是问题 长得丑也不丑不是问题 还有你什么个子高矮那不是问题 问题是对味了没有 前些时候有那么一个视频博主 成都的小魏家的希望 小魏是一个来自河南的 手有点残疾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他本来是30岁左右 到了成都以后 遇到了那么一个很有缘的老大姐 年龄好像有一个说法是58岁 还有一个说法是62岁 年龄相差足足有30岁左右 拍了很久的视频 所有人都认为他们 仅仅是为了拍视频赚点流量钱 说心里话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但是最终他是用事实打了我们所有人的脸 因为他们最终在成都清阳区领了结婚证 那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你不管你看得顺看不顺 你觉得瞧得来瞧不来 人家总之是用这个实际行动表示了 人家不仅仅是趁流量而已 所以说到了这一步所有人也只能是祝福他们俩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短视频上还真的是比比皆是 我们说这样子的事情最终当然都是网络上还没有出现在大家的那种生活里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么一个事例也是呢 惊爆大家的眼球 有一个小伙子他竟然和自己的那一个甘姨娘谈起了恋爱 这个事件说出来你是不是有点不幸呢 你还别不信啊 这个事情是真的 这个小伙子目前呢还在读书 而自己的这个甘姨娘啊 本身和自己家的关系呢还特别特别好 这个小伙子呢他姓仁 我们姑且叫他仁某 另外他自己的甘姨娘呢姓谭 我们呢也姑且叫他谭某 谭某的老公和这个仁某的父亲 两家啊关系非常好 两家人呢也经常有走动 所以说这个仁某的父亲啊 就把自己的那个小孩呢 败给了那个谭某夫妇娘 就相当于呢当个甘儿子 这个谭某夫妇娘啊 就相当于是个甘爸甘妈一样 你说两家人这样子的关系啊 自然呢关系不会差 所以说这个谭某啊 几乎就是看着这个小任 从长大从盘山学步 然后呢一步一步长大起来的 最后他俩居然呢产生了感情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个事件呢是在谭某的老公偶然发现了啊 就谭某的手机里有这个呢 人某发给自己老婆呢很热闹的那种短信 这个信息啊是越看越不相信 所以说呢找自己的老婆呢进行对质 而且呢把这个事件啊告诉了那个人某的父亲 就想这样的事件啊 起码呢必须来个刹车了 不能让这件事情呢继续下去 人某的父亲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啊 也是气得呢火冒三丈 因为在成年人的这个思维里啊 连长的呢可能会过错更多 所以说这个人某的父亲啊 他也是并没有搞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委啊 也就认为呢谭某好像呢勾引了自己的儿子 当然啊对自己的儿子呢 也是进行了那么一番呢又打又骂 骂在那当然是很凶很难听 但是让大家都想不到的是啊 就因为受不了自己父亲对自己的那么一个打骂 最后选择了那么一个呢 最不应该选择的路 他从自家八楼的那个阳台上 一跃而出 罪楼身亡 人某的罪楼身亡 顺带也把自己的手机呢摔了个粉碎 为了搞清楚这个事件的原委啊 人某的父亲最后也是把这个人某的手机 拿到相关的机构进行了那么一个修复 人某的父亲呢也才逐渐的把这一切都搞了个明白 原来呢并不是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啊 对方的这个谭某是主动来勾引自己的儿子 也是在两个人之间的大量的短信之间啊 自己的儿子人某呢主动表达了大量的那种热辣的亲密的那样的情话 原来这两个人呢早已经不是勾引那么简单了 他们俩呢居然是一种恋爱的关系 自己的儿子不仅仅是在短信当中对这个甘一娘表示啊 自己早就喜欢自己的甘一娘啊 而且这个谭某呢是多次表达了这个拒绝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但是最终熬不过这个人某的一个苦苦相求 和自己的这个甘外申谈起了恋爱 两个人呢不仅仅是有那种热辣的短信 不堪入目打肉麻的情话 以及很多不可描述的聊天内容 而且啊在这个短信当中啊 还有大量的相约出去约会开房的大量大量的聊天内容 我们说这样子的事件啊 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匪夷所思 听到这样子的事件啊 以及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不知道视频前的你们 你们是怎么看的啊 我是觉得啊 第一啊 现在的小孩子还真的是不能以年龄来判断 他们这个这么一个思想状态 也许在我们那一代 或者说我们以前的那些代 大家还可以想呢 在十六七岁呢 但都是小孩子 他们呢都还不太懂事 而且啊 他们呢也和那个什么男女之间 没有太多的这个了解 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啊 还真的是人小鬼大 也许他们对这个爱情 对这个感情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说这方面的经验 远远的超出我们曾经的那个年代了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 对这种什么感情爱情 这方面的这个断念啊 简直可以说是炉火存青了 所以说这个事件啊 还真的不能因为就因为他年龄小 最终啊就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那个什么 年长的还在世的那个谭某 然后第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谭某 谭某自己作为一个三十八岁的已婚妇女啊 自己呢是比这个干外申整整大了 二十一岁 你说小孩子不懂事 难道你三十八岁了 这么一个已婚妇女啊 难道你也不懂事 虽然你以前啊 曾经拒绝过多次了 但是啊 你最终为什么还是沦陷了呢 说明啊 你这个思想是不是也有点不单纯呢 我们如果说她是小孩子不懂分寸 你作为一个三十八岁的成年的 思想方面是很成熟的这么一个女性 你应该是知道啊 哪些事干的 哪些事呢 干不得 何况啊 是你朝夕相处的这个什么干外申 你呢是从小看到她长大的呀 作为这么一个小孩子 对你表露这种男女之间的情谊 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啊 何况你自己还有老公的呀 你如果非有这份闲情意志啊 觉得自己这个什么精力过剩 热情如火 你为啥不把这个精力放到自己和老公之间来慢慢谈呢 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有那么一句话啊 就说什么这个中年夫妻关系都有如白开水一样 平淡无味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这个夫妻关系啊 以及两个人这个什么感情亲密的程度 它往往是相互的呀 自己的老公如果稍微木讷一点啊 你老婆就主动一点嘛 两个人如果老婆循规道具一点 那好 老公又主动一点了 只要两个人有一个人能够源源不断的往这个夫妻关系之间加料 那好 你们的关系怎么可能是平淡如白开水呢 只要你们夫妻两者关系甜甜蜜蜜了 那又怎么有经历会和自己的这个甘外申发生这种不伦之恋呢 然后第三 在网上不是有那么一些话吗 就比如说什么 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及像什么陶金银唱的那首歌 什么姐姐妹妹站起来 十个男人九个坏 还有一个呢 是坏蛋 你说这些话啊 也让很多人就是大家都觉得啊 男人好像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像男人啊 真的就没有一个不好色的 但凡男人呢 这鼻子有点气 那他都是好色的 但是呢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事例来说明啊 就说这个男女之间啊 你说男人呢 好色之心也可能有 但是啊 这个女人啊 好像呢 他也是有好色之心的 你如果真的把他俩之间的关系 完全归结于那种什么 纯洁的柏拉图式的那种什么精神恋爱啊 其实呢 我是不太认可的 因为这个男女之间呢 他就那么奇妙 这个男女之间的精神恋爱啊 最终啊 他必须要通过那种什么 发生关系 建立那种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 最终来达到让这个什么感情呢 有寄托 有升华 所以说呢 在这个事件当中啊 我是觉得呢 这个女人的好色之心呢 也是一个非常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只是说呢 这个谈恶啊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选自己的这个干外甥啊 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啊 最后你在自己家里 你的这个什么亲戚朋友之间 在你什么当地的那个什么十里八乡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啊 你以后在所有人面前 你怎么抬得起头啊 你以后这个脸到底往哪放啊 你以后这个日子 这个生活 到底何去何从呢 好的朋友们啊 关于这样的事情呢 你怎么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 喜欢阿密的帮我点点关注啊 好的谢谢大家